詞曲 李宗盛 我到崇敬以後就是一直不斷的一個大故事 對我來說我天天都遇到新的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崇敬非常漂亮 比如說大祖史客、三峽、烏龍、千江等等 我回熊野利的時候我給所有的朋友們宣傳了重慶 是一個非常好的旅遊特點 我們熊野利政府是非常重視重慶這邊的總領事館的活動 最近今年有很多政治家國家領導都來過重慶訪問 最近最後一次是新加會我們國當初蘋果 這也是我們商務代表團 是全新加會最大的代表團 總共有100多人 50家企業家 除了他們以外還有一個民族國務團 還有一個民族手工團 來重慶給重慶市民介紹我們特色的文化 政治家是要靠必須算是我們國會副主席參與的新加會的最高層的外國來賓 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驕傲和很大的榮幸 具體的項目我們也有很多教育來說 在四川外國大學大概兩年前設立了一個熊野利語專業 現在重慶的小朋友們也有機會學習熊野利語了 文化來說我們總領館也非常積極的 因為一年兩次舉辦熊野利文化節 他們叫布達貝斯之中和布達貝斯之秋 一般他們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 有各國民族代表團的表演 熊野利人在重慶市我覺得是完全滿意 我們學生們幫忙就當地人對我們很熱情 當地政府尤其是外辦和商務委 對我們提供的是非常專業的服務 我們非常滿意 所以說最近有很多具體的成果 我剛才說的文化教育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領域就是經貿合作 重慶和熊野利的經濟是可以說是很像的 差不多的 因為兩個大的行業 最大的行業是汽車行業 第二最大的是IT 雙方的貿易也算算規模大的一個貿易 熊野利投資來說目前在重慶 熊野利的投資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今年 創新部部長來重慶訪問的時候 簽署一個規模大的一個投資 所以才圖滿一個電子行業的一個設計項目 重慶也有一個當地鐵家投資 熊野利也投資了 所以是一個可以說是個合資公司 對我們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主要的支持單位就是熊野利中國技術轉營中心 我們兩年前 2017年 重慶市政府和我們熊野利一些政府單位 一起設立了一個技術轉營中心 辦公室是在重慶有 在熊野利也有 所以有很多項目 尤其是技術方面的項目 都是通過他們來羅釋 有很多很多的具體小項目 但是也有比較大的項目 我剛才說的那個 東南區的項目 還有和西南大學 公宗設立了一個食品研究中心 中國熊野利食品研究中心 可以說現在的情況是 我們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兩個國家合作的時期就是現在 兩個國熊野利和中國 不久以前建了一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的水平 這算很高層的一個水平 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政策 非常適合我們熊野利 向東開放的政策 一帶一路在歐洲最大的項目 也有和熊野利有關係 就是一個高速鐵路 正在開始落實了 我們現在有很大的兩個希望 一個是找到一個 想找到一個中國的大學 搞校 在熊野利建一個分校 那創新部部長最近半年 兩次來重慶訪問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們建分校的那個項目 我們兩次安排了和技術專營中心 一起安排了中國西南區 和熊野利的合作的教育援助會 所以這個時候是團得非常順利 但是熊野利政府是特別重視 真的希望是一個中國高校 在熊野利建分校了 第二個很大的希望 我們還是需要是一個直接航班 重進到布達佩斯的直接航班 我們覺得是兩個新中國西南部 重慶和熊野利的合作 所以必須需要一個直航 所以這也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希望 重慶政府也表示 他們對重慶也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所以他們也支持我們 北京到熊野利的直航是國航做的 上海到布達佩斯的直航是東航做的 重慶是最感興趣的航空公司是海航 海南航空公司 他們一直極極了解情況 哇